看看晚上的Party有多精彩 这位顶着白发刺猬头的大哥 看起来有点像发胖的张信哲 原来他就是大学生毕业旅行的首席导游 亲自上台表演不是为了爆红 而是想要炒热气氛 这么努力表演 小记者我也要给他一点奖励 泰国还有一个独特的给小辈子 谢谢我们来看看给大家看 不要感到惊讶 在泰国的夜店里面 无论你是喜欢歌手的热舞 歌声甚至只是外貌都没有关系 只要把钞票卷成小小管 用嘴巴咬着 歌手就会走向前来 嘴对嘴的咬走你的小肺 借着同学们的鼓噪 大学生们怪招齐发 无论是倒着咬 自己跳上台贴向舞者 还是台下和别校女生亲密互动 这种另类的给小飞方式 让大学生们脸红心跳 却又嗨到最高点 但真正将晚会带到最高潮的 不只有这样 为了让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导游和帅气歌手 即使牺牲摄像也再说不惜 这小可爱看起来似乎有点太小 不过识别效果的冲击 可是让同学们好开心 我们来一首台湾最红的歌 原来穿成这样 不是要跳天鹅湖舞 是要来一首台湾人必唱的 国民歌曲《舞女》 看到游透过古迹的打扮 在台上卖力的扭腰摆臀 还不忘与台下同学 一人一聚的忘情互动 加上灯光和夜晚的催化下 同学们也彻底的放开心胸 尽情扭动着他们 请出你的把配 你以为开趴只能在夜店吗 告诉你 在泳池旁边也可以开派你 每个月的夜晚不是只有夜 是很多夜 激情的夜晚不该停歇 夜店跳完紧接着 还有泳池演唱会 一首又一首的摇滚歌曲 保证让你嗨到病鬼屁 不知请到乐团主唱 带来经典歌曲 为了和夜店晚会做出区隔 导游更不惜成本 设计游戏 让大学生拿奖金拿奖品 将啤酒罐丢入泳池 让同学们跳进去 上演争夺戏嘛 物加购物俩 还有诗声秀可以看 让同学们玩得是不亦乐乎 我是中华队长 欢迎参喜 报上学校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 不过响红不是只有抢啤酒 上台抢麦也能让你成为 众目睽睽的话题任务 一边听歌一边汽水 大学生的享乐旅游 如果用成语来形容 似乎是九十肉铃 不对 纸醉金迷 好像也不太妥当 应该是热情四射 朝气蓬勃 青春洋溢 还有挥洒之如吧 不要以为partey只有欢笑 气氛一转 一首朋友 让大学生们露出感性的难面 今天大家之间拥抱最亲爱的同学 感谢彼此的陪伴 让大学生活不只有念书考试 而是互相扶持完成梦想 大学生们自意地挥洒青春 在这趟旅行中 可画出一生只有一次的 美好回忆